到底是谁交了 好可怕 好 国民号同学 一号会议室准备拼衣服 被我拆中喽 咱现在得看他 是不是第一个过 我想看他一次过 他肯定一次过了 他功底扎实 你们都交了 突然没有 大家都要写这么快了吗 我以为可以慢慢写 没可能这么快 加把劲啊 胡明浩同学 走 有事 这么快 速度挺快 比我们预想的要快 希望别漏太多东西 好 开始你的报告 就是我其实一开始 读这个案件的时候 发现他最终的诉求 就是想拿保险金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希望我们能帮他们 重启案件查明真相 嗯 我觉得最后他们能否拿到保险金 拿多少保险金 其实是跟前面 林小A死亡的真相 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 所以我的整个报告 就是分成两部分来判断 一部分就是对事实的确定 是一个 刑诉方面的内容 如果想重启案件 查有真相的话 在公安局不与立案的情况下 像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 申请服役或者申诉 但是由于不与立案通知书的 落款是四月十五日 到今天已经超过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服役期限 所以第一条路 其实是不能走的 哦 他很细 他连不能走的都写出来了 完了 我已经刚刚 刚刚吵了一眼 我发现我连圆寇 被告的表现 我觉得 救命 那就可以按照 人民检察院行事诉讼 规则的规定 向人民检察院提起 控告申诉 并且也建议林某夫妇 向人民检察院同时 发送他们发现的新证据 之后公安局查明了 林小A死亡的真相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分了两种事实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林小A确实是梁某 通过在车上做手脚 或者其他方式杀的 第二种是 林小A并不是梁某杀的 第一种情况下 梁某故意造成了 林小A及被保险人的死亡 那么他就会丧失受益权 剩下的受益权 由林小A的父母来获得 并且获得保险金的赔付 第二种情况就是 如果林小A是 被其他人杀害的的话 那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保单中 常规的情况 林小A的父母和梁某 这三个人都有权利 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 最后是基于上面的分析 建议林某夫妇做出的一些对策 就这样 干净利落脆 他把各种可能性都说了 对 好 这样子要不 胡同学可以先离开一下 然后我们为了确保 就是所有的这个标准的 这样子的一致性 然后我们稍后再会 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给你的具体反馈吧 好的 好 谢谢各位 律师 咱讨论要不要给反馈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客观来讲 他的答题的时间 是比我们预期的要快的 肯定 他刚才的整个 从架构行文逻辑思路上而言的话 从一个客户的这个角度而言 拿到这一份东西 我觉得还是比较出色的 我个人至少 从他的整个表演上面来看 对 太棒了 他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我感觉你 起来很好 你能感觉我起来很好 看到我吗 因为如果我亲情的话 我可能出来 是不是笑着出来的 爱上了他的虎牙 他们给你打分了 没有没有 他们就光听了 我批评了一下 公司只听你说 还是他们也要说 你只听我说 有点担心Kim了 刚才提到的这些 具体的法规的细节 对她来说是很陌生的 她可能要重新查 她一点点查 她会都有点要理解 所以她的一开始的方向 有可能会出现误导 你们天天查发条 有哪一个网站 北大发包 或者微客先行 北大发包 等我 同学们 同学们 第一个 霍明浩同学的回答 过了 过了 肯定过了 我觉得应该是过了 她都亲自来了 并没有过关 这么严格 哪有问题呢 没事啊 还有时间再改吧 求婚婚 她形势没有追到底 比方说最后自诉没有 对吧 然后敏视这条线 整个往下走 你怎么去分析 她现在就是个简答题 她不是个法律分析 就是报告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 就是她现在充分利用规则了 我先打了一份东西上来 你也不能说我全错 你给不给我反馈建议 让我继续修改 可能再给点时间会比较好 深度上的问题 思路和方向大致是对的 然后我们会宣教第二位同学 进行评议 张雅琪同学准备一下过来 张雅琪第二个 你看主播还是敢 是不是优秀谁管办法 你拼 一进去 宝宝们 请看我这一份报告 三二一 上链接 第一条写得好的话 游艇走一个 你们很讨厌 加油 我已经白来了 就是反正跟你通过不了 就是 这心态非常好 就是心态 就是心态 把你的报告做一下介绍 好的 好 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要的点 是在于给当事人三点意见 他们想要重启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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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的 他们想要重启案件来获得保证金 第一个意见是可以向 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第三点是可以向保险公司提出 梁某丧失收益权 同时将保险金作为小零A的遗产来处理 主要是这三点 我听着我就觉得有点危险了 有点有点问题 老师我想先提一个点 好 受害人 他的名字究竟叫什么 治病有问题 小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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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都画了 这是大技吗 超大的技 这些细节 我觉得是一些比较基本的 作为律师应该要去注意的 好吧 好的 根据第一点的话 第一点的是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然后第二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这里主要是有两层的概念 第一条的概念是主要跟当事人说 首先他的这个案情情况 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案情 然后第二个层次是在于 我们的当事人是这位受害人他的父母 他们呢作为被害人的禁亲署 是有这个主体资格 第一个在刑事的角度 他并没有穷尽到追究那个刑事极限的那个程度 到底我下一步这救济措施是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 程序才没讲清楚 另外你这个复议程序 其实说的不对吧 应该不是一个行政复议 这个概念很小的 然后第三点 是向保险公司提出梁某丧失收益权 同时将保险金作为小林A的遗产处理 民事上他都没有讲最起码的那点 那个保险合同是一份有效合同 他基本上的两个大点都没有达得很完整 所以我觉得差得有点远 就这样啊 首先第一个 洪明昊破题了 他连题都没破 对 他上来没破题 对 感觉就像是他给远方亲戚写的一封信 对 对 就这种感觉 唯唯道来 他不是一个法律文件 从格式上就不是 细节上太多问题了 然后他又会